这两天这个黄瓜明显的长速开始慢了 看天气预报啊 还有四五天连续的阴雨天气 如果说这个黄瓜正处于阻瓜期啊 遇到这种阴雨天气应该怎么去处理 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欢迎来到傅老师团队 简易无土栽培基地 我是泰哥 这种黄瓜啊 就是出现这个连续啊 持续的阴雨天气 在这个阻瓜期 怎么处理 一般建议啊 就是说尽可能的少做瓜 这是我们的一般的一个一个建议 因为这个阴雨天气以后啊 它这个光合产物就非常少了 如果说你还按照以前的做瓜量 比如说一个羊子再拉两个瓜 那么它这个营养供应就会出现问题 这样的话瓜 弯瓜呀 这个尖子里瓜呀 极星瓜就比较多了 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下 也形成不了一个少品瓜 反而容易出问题 这个时候呢 适当的就是输果啊 有以前的拉两个瓜变成一个瓜 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提升有效的一个 商品质量 另外一个呢 有可能持续阴雨天气以后 会引起它这个凸涨 凸涨那块是比较简单 你直接用叶绿素啊 或者控制器去控一下 适当控一下 如果说凸涨不厉害 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那你就不用管它了 如果说凸涨不厉害 你就不用管它了